大家好 咱们看一下这道题 就是 EtaCode第339层的第4题 这里面 N N行N列 S个圣方形对吧 圣方形地图 有三种字母 点号代表空中数字 型号代表障碍U P代表person 人对吧 这边总共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 然后要同时上下左右 找一个方向 移动 那不能走出边界 或者障碍U 至少有移动即逝 那你看这两个人本身是 本来是不在同一个位置 他最终能 又是能移到一个数字 一定是因为 其中的一个人 碰到了一些障碍U 或者 看到边界 然后不能动 但是另一个能动 这样的话 他们才有可能在 移到一块对吧 那咱们看 压力一为什么是三呢 这里想说 想说P往左边 移两步 对吧 第一步在这里 第二步不能再往左 对吧 那这个 这个P也要跟着往两步 就移到这里 接下来 这两个人都往上 因为这个被挡住了 那这个往上 两个就重合了 对吧 所以答案是三 那看压力二里面 这就不可能实现了 因为那个都被挡住了 他们移不动 无论你移多少步 对吧 那接下来 咱们再看 这个10 这个10 首先可以 往右边移五步 12345 就到这 这个也得跟着往右边 移五步 那 他使得移四步 第五步是停着不动 对吧 然后接下来再往上面 1234 这个就后面这个要移五步 那前面这个移四步 然后另一步不动 他五步是这么分配的 所以十步的话都都跑到这个地方 对吧 当然这个也可以移到左上角 也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可能也差不多 我没有去数 应该应该是 这边或者这边都可以 那接下来咱们看 这个一顿的话是吧 咱们 可以考虑按照搜索 管度一项搜索 对吧 那管度一项搜索 咱们可以那个 就是定义一个数据类型 里面包含第一个人的 含 第二 然后 第一个人的 列 第二个人的含 第二个人的列 然后这个step就是答案 对吧 这里 如果这个step 就是咱们 他们 这两 这两 R等于R2 C等于C的时候 就输出step 如果远远达不到这种状态 就输出 负一 其实那这里 咱们就根据这个思路 用管度邮件搜索 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这边是N 这边是N对吧 这里的最大是超过60 那咱们不超过60 咱们可以 第一个字 比如说比60大一点点 然后呢 它是切 A max n Max n 是吧 那这里 这是含对吧 这是列 那这里 这是含对吧 那如果遇到P呢 似乎是P的话 对吧 这个P 它有两个P就是 那如何判断 那个它到底是第一个P还是第二个P呢 可以根据它的数值 数值 咱们可以定义一个斜构体 这两个 然后直接定义两个斜构体变量 P乘一P乘二对吧 如果P一点C是等于0 座面第一个人是没有那个 没有负值 对吧 那就是第一个 座面第一个人P一点R是等于I P一点C是等于多少 等于J是吧 否则的话 这就是P是吧 已经到了这里 那咱们要实验管转微信搜索 这个这里面 咱们一会要定义一个斜构体 已经 然后这个是step是吧 已经 那第一个斜构体 Q点Push 它这个node是多少呢 C对吧 这P一点R 第二个人的0 然后它的步骤是0 已经 那然后这个位置 位置咱们就要标记一下 这个位置已经走过了 对吧 P一点R P一点C P二点R P二点C 等于 出 File不为空对吧 Q点Empty 加个 其实不为空 所以又加个感叹卡 那这个node 咱们定义了没有 定义了 行 Wist 还没有定义 那就定义在这里 WO 那是四维的 对吧 MaxN MaxN 这个应该是3600 乘以3600 行 那这里 这样的话 那是等于什么呢 那是等于Q点 对吧 它的 然后呢 下一步应该是6点POP 那 如果这个R是等于 跟第二个人的R是一样的话 并且列也是 第一个人的列 跟第二个人的列是一样的话 怎么办呢 那这边 这里是 连点号 对吧 行 那就应该就输出这个答案 那点 对 然后整个成绩就结束了 如果输不出来呢 输不出来 咱们这边答案肯定就是-1 那接下来下面是如果不相当的 不相当的话 应该往四个方向 它最多有四个方向 对吧 这个是四个方向 而上面按 上 比如说上右说 上 还简易 上对吧 上右下锁 又是 然后下方是10对吧 还增加 那锁子0-1 那这里如果 他接下来就可能就会往四个方向移动 对吧 i等于0 i小1 4 i加价 那咱们可以定一个下一个函 这等于什么呢 下一个函是等于 那点 下转 比较个圈 i0是吧 那下一个列呢 爱意是吧 请 然后下一个有没有越界呢 if 如果没有越界对吧 并且 并且 他这个是不等于型号线 对吧 那说明 第一个人就会移到这里 p1. next p1.2 是吧 是等一 行 那这边 这是第一个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吧 那等于闹点 这样对吧 那就可以移一步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还有第二个人对吧 第二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是应该是R2 C2对吧 经 那这个就就不用再定义了 这边 咱们就 看这里 这个是C2对吧 经 在这个代码就没有变 但是他数字变了对吧 那这个是P2对吧 P2 接下来咱们看这里 如果是这个位置没有被便利过 对吧 那就可以便利 等于出 然后呢 就把它放到对列里 对吧 那对列 对的有请P1.8 P1.C P2.8 P2.C 是吧 然后之后是那点 Stat 这样的话感觉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准备来 编译一下有没有错 没有错 对吧 那这里咱们看看他的能不能 算出答案 A是0 那这里代码是错了 具体是哪里错了呢 咱们得找一找 这个是 NOW.C C2 航线的列箱的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四个方向 对吧 行 嗯 诶 那点 是那个加一 这个不是那点 step 这个是要加一 这就差不多了 对吧 今天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 没问题 这个是对吧 先 这样的话咱们先比较上去试一下 然后稍等一会 好 先通过了 对吧 先 那这个咱们看看这里 这个整个其实就是一个关度 一千搜索 他比最普通的滚度一千搜索要难一点点 因为他是这里是两个人 对吧 今天那这个难度也不算特别大 它是一个普及简单的题目 这到底咱们就讨论到这里 稍等再看